日本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结果陆续出炉 马来西亚至今还没有任何奖牌到手 代表我国出征的羽毛球女单选手谢淑牙 尽早在N组小组赛硬碰泰国一届拉拆诺因达农 苦战三局后以21比19 18比21 10比21落败 无缘晋级16强 女毛球女单的赛果报忧 但另一边的男子反驱宫射箭个人赛则传出好消息 我国名将凯鲁在男子个人赛中连过两关 先后以6比5险胜芬兰和中国对手昂首挺进16枪 29岁的凯鲁赛后表示 挺过这两场比赛的压力和风向影响后 接下来将改善弱点提升专注力 以最好的状态迎战星期六的16强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